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倍往生 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菩提心简单的讲就是四红十愿 四红十愿第一条 众生无边十愿度 这个心就大了 这个心就是广大心了 那个地方讲的众生不是讲一个地区的众生 不是讲一个国家的众生 也不是讲这个地球上的众生 也不是讲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那个范围还太小了 他所讲的是净虚空变伐界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在慈地讲的广大心 这个广大心就是供养 供养祝福如来 我们能供养祝福如来 真正得到祝福如来欢喜的 就是菩提心 就是广大心的 习心动念不是为自己 是为净虚空变伐界一切众生 所以我教念佛堂的同学们 你们每一身佛号 都是为虚空伐界一切众生念着 才能够消除根本的业障 心是乏了 乏了要断烦恼 换一句话是 要破魔法而至 破魔法而至的方法也非常的巧妙 就是用这句佛号 一向专念就行 所以这句佛号从什么心里面生起的 从那个广大心生的呀 佛号从那里生起来的呀 因此这句佛号就与广大心相应 广大心是前面那个众生无边 是愿度与这个心相应 一天到晚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念这句佛号 就是普度一切众生 因为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阿弥陀佛普度众生呢 把阿弥陀佛度众生那个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自他不二啊 无心无愿 跟阿弥陀佛的心愿 无二无比 他的功德就是我的功德 这个事实 欧叶大师在药节里面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是念佛法门 无比的书生 像我们佛门当中 做完课的时候 蒙善事实 蒙善事实 只要用七厘米 用观想的方法 就能辨识方啊 咱们这一句阿弥陀佛 也是用观想的方法了 也度了 发现一切众生 他这个心量这样扩大的 要把这个大心量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在厨师待人 切无之处 在念佛那里 就观想 跟佛相应 佛不念了 还是小心眼 还是搞是非任务 那就大错大错了 这样念佛 不能往生 佛教我们用一心 不可以用二心 对佛是用一个心 对众生又是一个心 这错了 这不是一心啊 能不能往生呢 关键在这个地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现在的法要容 我的法也要容 自法要容 非法也得要容 都要包容啊 无有业法不包容 假如你根根都包在里面了 麻烦了 经理会有是有非 有善有无 这个东西也好难过啊 容底下要把它化掉 化成无有了 这就得自在了 如何容了之后 把它化掉呢 就在讲一些冰杆 不取与相 如露不动了 你就得自在了 真地包容 心包太时 亮灯杀与 真心 容 一切法 不容的是望心 望心 他容不下了 真心 本来就包容 一切法 所以在平常生活里面 拜人进屋 一定要把心量拖开 然后才能开疲惑 才能够除脏 往生的条件 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一直做到一向专念 你能够发菩提心 不能往生 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无量皆来 这个一向专念 大概我们干了不少次 为什么没去得了 菩提心 菩提心真正法了 那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 人这无敌 人是仁慈的人 心地仁慈的人 仁慈的人 心里头 没有冤家 没有对头 这无敌是这个意思 没有敌对点 对于冤亲债主 都像家亲眷属一样爱护 看到这个欢喜 看到那个讨厌 这是轮回心 轮回心一向专念 还搞轮回 菩提心一向专念 才能往生极乐世界 要想成佛 一定要像佛一样的发心 佛的心是心跟虚空发界一样 心抱太虚 两周沙界 佛是大慈大悲 那个大就是没有戒心 有戒心不大了 喜欢的人我对他慈悲 不喜欢的人我对他不慈悲 这个不是佛家讲的大慈大悲 佛教也有个名词叫爱云慈悲 爱云慈悲是六道众生 还是轮回心 别忘了 这边还有些人 都不可爱 再也有点